YO 哈囉 我是問體驗童橘子 在這四月 新翻也是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今天又是我們一個月一度的 新品玩具介紹單元 本次的節目由有錢購物贊助播出 那我們就來看看近期有什麼新品好物 首先是霸權預定的怪獸八號 光是許多作品就在開播前搶先預購 而在PVC價格相對親民的獸物 更是一口氣推出了怪獸八號 以及日比野卡夫卡和四川雷諾 當然在POW PERRY方面也是不遑多浪 同樣的組合也展開了預購 另外SEGA方面則是有坐姿造型可以選購 而在5月7號日本也有一番賞搶先開抽 在表面紋理以及細部雕塑上 我想也是值得期待 SEGA景品葬送的福利連 福利連印寶箱怪 重現逗趣又經典的畫面 不知背後能否再出一款廢輪 來幫忙抓住雙腳呢 GSC KLEINELU葬送的福利連 福利連七分之一 從外型上來看 確實有抓到那空靈又不暗世事的神韻 也展現出了老烈魔法石的氣息 同時還有GSC POWER PARADE的版本 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關係 總覺得在表情上帶有一點稚氣 最後是非常受歡迎的斷頭台阿烏拉 也在SEGA上面登場 不過在天秤外觀的表達手法 我想也是評價景品極限中的極限 Figura 西羅 超激戰 海賊王黑鬍子 馬歇爾滴丁祺 暗水 再次展現出了超級霸氣的特效件 不知道還能不能拆下 還原出手抓女帝的畫面呢 反BRISTOL 妮卡魯夫 桌上擺飾公仔第三彈 和 King of Artists 藝術王者 蘿布露基 果實覺醒版 這兩人近期的戰鬥又再次燃燒了經費 想必讓大家印象深刻 而許久沒有消息的BB系列 則是推出了納美 BIRD VBSP 20週年紀念 另外期待大媽也在此系列立體化的那天 其餘商品還有DSF的 Grand Life Series 彈頭島片 羅冰 海賊王軟膠公仔 裴波 戰光絕景 拖拉法爾加羅 和黑鬍子 馬歇爾 第一丁祺 WCF Special 魯夫五檔 太陽神 妮卡 以及海外限定 WCF彈頭島片 4 而本月的海賊王一番賞 則是以劍士為主題 除了有稀有的龍馬之外 還有難得一見的司法島造型索龍 更是以鬼氣九刀流的樣貌登場 想必會造成一波搶購熱潮 七龍珠GT Matchmakers 系列 超17號與超級賽亞人孫悟空 看到這懷舊感十足的對決 瞬間勾起了我18號撕開上衣 露出傲人雙風的回憶 另外不約而同的是在SHF方面 也有立體化了七龍珠GT超17號 還有豐富的表情配件可以把玩 PLEX官網限定七龍珠GT 賽魯第一型態 巨大的比例配上這昆蟲般的外型 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恐懼感 最後是本月的一番賞 再次以各種懷念的畫面與角色為主題 真的是都好想要 卻怎麼收都收不完呢 Figuracero超級戰火影忍者 波風臭螺旋丸 只要是木葉的黃色閃光一出 我的腦波也跟著變弱了呢 而造型冷戒大戰 更是把最全狀態的 李洛克還原了出來 而且在動作上 似乎也微微的透露出 成龍的影子 反BRISTO景品火影忍者 再一樂的一時片刻 伊魯卡和名人 除了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場景之外 我更在意老闆與老闆的女兒 能不能一起立體化呢 SEGA景品 咒術迴戰 兩面素挪開 看這邪氣的表情 與那極度還原的姿態 瞬間讓我浮現出了 動畫裡面的景象 而同系列 還有五條霧 虛似 Mulazaki 不過我想這特效件的表現手法 多少還是有點粗細 獵人 Vibration Stars 庫拉皮卡 和奇牙 只要是有庫拉皮卡 都先加入購物車再說 而且還是舉止我 最喜歡的衣裝造型 鬼滅之刃 Maximati 甘露寺蜜梨 以這系列過往的份量來看 我覺得在大小上 是可以期待一下 反BRISTO景品 蠟筆小新 也原廣製 絞綽不解釋 其餘商品 還有SEGA景品 尼爾自動人型 A2坐姿 BRISGE四身 Vibration Stars 日番谷東師郎 Flu Tenitolu 全夜叉殺生丸 以及同系列的 江戶穿柯男 GSC Belfine 我的英雄學院 月山優英雄套裝 利用底下小比例的建物 展現出了巨大化的個性 還有性感的身材 也是一大看點 而且此次的一番賞 也是來勢洶 最大的看點 絕對是 最後賞 性轉的歐魯麥斗 阿不 應該是來自 阿美麗卡的STAR GSC 腳穿我推的孩子 黑川茜 在第一季裡面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女性角色 而且眼眸還能替換 當時劇中 令我熱血沸騰的樣貌 最後 更不能不提到 本月的一番賞 還有新野愛的 上半身胸象 我想在價格上 又要再突破新的紀錄 GSC Power Parade SP遊戲王 被封印的艾克佐迪亞 黑暗大法師 相較於前陣子推出的組裝模型 這件作品更接近原作中的樣貌 除此之外 此系列還有Zero2 和寶多六花 以及喬納森喬斯達 可以選購 GSC 克雷奈魯 煉巨人帕瓦 刺血超速 阿布應該是血之魔人 果然在特效表現張力上 很好發揮呢 Proof 鋼之鐮金屬師 羅伊馬斯坦古與修斯 破萬元的驚人售價 不知道能否單買修斯就好了呢 不過最令人興奮的 莫過於Precious GEM 鋼之鐮金屬師 以15週年紀念滋滋再版 如果之前錯過的朋友 聽到再版的消息 應該都非常開心 加上細節塗裝 令我非常滿意的3ZERO 阿爾蓬斯 也跟著哥哥愛德華 同時再版 SHF神劍闖江湖 四乃生倉子 以及災藤1 遲遲沒有新PVC作品的兩人 能在可動作品上出現 也算是沒有遺憾了 千職戀 99的奇妙冒險 喬納森與迪奧 重現了動畫第一季 第九集最後的波紋 不過地台採取了齒輪的設計 與動畫的最後一幕 有些許的不同 DMN遊戲王 怪獸之決鬥 貝卡斯卡通世界之光 利用書燈的方式表達卡通世界的效果 意外的很有創意 魂商店限定 想造畫廊系列 風之谷 庫夏娜 多魯美奇亞裝甲兵 除了各種浮海生物之外 這系列的角色 也是越來越齊全了呢 Variable Action 閃電PC車超級阿斯拉 AKF11 Livery Edition 與樸素的動畫風格相比 增加了大量的字體與標誌 更有限時賽車的寫實感 Figma桌上美術館 維梅爾之作 倒牛奶的女仆 雖然橘子我不太懂世界名畫 不過這系列我都是閉著眼睛在買 那麼此次的新品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能找到理想的玩具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